上個禮拜的時候 罷工的事件 持續了快要7天的時間 也就在那昨天晚上的時候 落幕了 不過在昨天晚上 要簽署協議的時候 有一群人進到了那會場裡面 這一群人他們進來見證 但這一群人來的目的 真只是見證嗎 勢力剛 經過160個小時的罷工 這次的罷工終於結束了 大家也都鬆了一口氣 可是就在這個結束的當下 我們看到一個很奇特的一個場景 就是在罷工這段時間 幾乎都沒有出現的 這個何暖軒 鄭文燦 陳其邁 然後林佳龍 許明春 全部跑出來了 怎麼都要結束的時候 突然之間這些人出現 是 你說林佳龍之前 至少他還要出來講幾句話 然後鄭文燦至少他還要出來講說 這件事情人不是太大 那個何暖軒不聽我的話 何暖軒是從頭到尾沒出現 他說因為黃安公會不聽他的話 結果現在這些人都冒出來了 更妙的是有一個人 早該出來沒出來了 誰 許明春 他是勞動部長 勞動部長之前都沒有出現 這個真的讓人家覺得 有點收割的感覺 所以怎麼會這樣搞 實際上有人說 其實這次華航 就是這次的罷工內目重重 除了派系鬥爭之外 其實據說華航本來態度 非常強硬的 因為他們看 就覺得說你們這些祭司公會 我看你罷工能夠罷多久 因為再罷下去的話 民眾一定會反彈 大家一定會受不了 這時候可能風向就變了 所以華航的主戰派反而是說 我們就跟他硬幹到底 反正到最後你們這些祭司 一定支持不住 因為你們又沒收入 然後社會輿論員壓力會給你 然後我們就一個條件 都不用讓步 結果後來是因為 據說是林佳龍 鄭文燦 他們這些人 覺得說算了 算了 大家都是同一公司的 如果再這樣繼續搞下去的話 會搞得太難看 整個對民進黨的選區也不利 後來才決定說 就讓一步算了 民進黨政府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他們做錯任何事情 他還是不斷利用各種數據幫你洗腦 告訴你說我們做得好棒棒 都是別人做得差 像昨天不是就告訴我們說 農產品外銷打破紀錄 出口達到54.7億美元 然後近5年成長2成5 生鮮水果外銷1億3000萬美金 然後農產品出口也到中國 還有12.6億美金 全部都破紀錄 好棒棒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大家仔細去看 其實近三年農產品出口價值 在前三位的是什麼 釋迦 鰻 稻米 釋迦 我們昨天已經講過 其實是台中縣長黃建廷 自己跑去大陸去叫人家買的 所以都是大陸共同買的 它是大宗 那鰻魚是什麼原因 會大家進步你知道嗎 你以為是民進黨政府的功勞嗎 我跟你講根本不是 不是 那是什麼原因 那是因為人家日本 就是去年到了3 4月 他才能夠放流魚苗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本身的鰻魚產量不夠多 他前一段時間缺魚 是 他缺魚 所以他只好不斷 因為台灣離日本最近又是 我們本來就是出口鰻魚的大國 所以他本來就會向我們買 因為這樣造成鰻魚增加 這跟你政府做了任何錯事 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要把功勞 攬在自己身上 這跟你有什麼相關 再來稻米 稻米也進步了 拿到第三名 稻米進步是政府的 是政府大力推銷的結果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他跟把它列入政經 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完全不是 稻米也不是 因為很簡單 這是什麼原因 我們的稻米 我們都有固定的倉儲 都把它做一個工糧 把它儲徵起來 可是早就已經存不下去了 它存不下去 你存不下去會爛料 那怎麼辦 我們去年政府 因為這些稻米實在太多了 只要把它用飼料價錢 把它賣給國外 現價賣給國外 稻米居然用飼料價賣出去 你只是表面看起來漂亮 可是虧損的那一塊 他都不會告訴你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才不管你這些 我只要數據上 能夠糊弄這些人 始終令支持者願意支持他 就夠了 他根本不管這些 他現在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去打韓國瑜 因為打韓國瑜 對他們來講 是一石二鳥之機 你知道 因為我如果拼命打韓國瑜 我幫你 你如果就是說 你想要做好高雄的話 你到最後就慢慢… 被我困在高雄 所以他們現在蔡英文 陳明通 陳菊 陳其邁 所有人全部都在圍攻韓國瑜 結果現在假設 韓國瑜到最後 真的被他們逼得出來 跑出來選總統 高雄市長是不是要改選 所以也就是說 民進黨回防高雄了 對 你不覺得 高雄市長如果改選的話 陳其邁機會是不是很大 對 我是不是又把高雄拿回來 所以反正2020民進黨 輸面本來就很大 如果輸面這麼大的話 你韓國瑜出來選 我能夠把高雄市拿回來 我也算是扳回一層 所以民進黨 現在正在打一個 他怎麼樣都不會輸的一個算盤 國慶 這如意算盤 算得真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把韓國瑜困在那高雄 就少了一個競爭對手 到時候只有蔡英文 跟柯文哲對決了 可是你是常做直播的 好像你昨天晚上做了個直播 而且你做了一個小小的民調 有個出乎意料的結果是不是 我說真的很佩服你們製作單位 我常在直播 你們如果知道我直播的內容 我們因為有人盯著看 怎麼還有空看我的直播 我昨天晚上 同時在線上有1200人 下線瀏覽室是5萬6千人 5萬6 那表示1200人是很高的數字 你不能小看直播 這時候要找1200人同時在線上 很少 在那請五檔來 五檔那天前我的節目 2000幾個同時在線上 下線8萬多 馬上被告 馬上被告 我也被告 我也被告 不要隨便上他的直播會被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就是先做 因為韓國瑜之前我在 我在過年前我都認識說 他不可能會選總統 他才有可能會選總統 剛好就銀行動選開始要施政而已 比較過後的時間 人民對他的期待 高雄人對他的願望 他不可能放殺高雄人 結果不一樣 現在高雄市場 我的領事上面很多 他說如高雄人又把韓國瑜 拱他就是拱我們高雄人 這樣我們願意將韓國瑜 奉獻出台灣 高雄人不是說 因為他離開高雄而震恨他 罵他 反而是支持他說 如果上面要拱拱拱拱拱拱 結果沒辦法 我們只有訪憲出來給台灣 你如果做總統 跟家伯來訪反我們高雄人 對你的恩惠 對你的賞識 這個聲音在網路上已經開始流傳 真的 你看各家電視台 所以在直播當中 也聽到這個聲音的量越來越大了 對 越來越大 所以我早 早晚我錄影帥 回到公司 我就一邊吃暗檔 我標題比較怕 如果蔡英文 柯文哲 韓國瑜選總統 你選幾號 一號是蔡英文 二號是柯文哲 三號是韓國瑜 這個影片還在 我不會讓自己在學會講 影片還在 你們如果不相信 你們去看上面的留言 留言有多少 3000 我記得好像3700多個留言 留言量也滿大的 留言就3700多 那投票數我沒辦法統計 因為到最後懶得登記 懶得統計 因為一面倒 一號蔡英文 二號柯文哲 三號韓國瑜 我邊吃飯邊看 全部三號 整排的 整排都選三號 都選三號 那個比例真的很懸殊 懸殊到你根本懶得在登記了 本來我小幫手在幫我登記 我說就不用登記了 這一看就知道了 會留言三號的 留言二號的 留言一號的 他不只投票而已 他還會把他心裡的感受講出來 我為什麼要支持韓國瑜 我為什麼要支持柯文哲 我為什麼不支持柯文哲 我為什麼要支持蔡英文 他們還會把心情血照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很佩服 我們製作單位 有注意到昨天這個現象 昨天這個現象反映出什麼 國慶 你自己本身的色彩 是比較偏綠的 對 而且看你的人 照理說不可能是深藍的人 去看你的 對 我跟大家報告 我臉書設立 個人臉書已經是很多年前 那時候你還在民進黨 當然 我還在民進黨衝鋒憲政的時候 你想想看 會加我臉書的 一定是綠的 對 會是國民黨支持者 不可能 不可能 都是深綠的 而且肯定我 認同我的 他才會加碼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今天如果我轉換 如果我是邱毅的話 民進黨的支持者 會加我邱毅的臉書嗎 不可能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五千好友 我肯定這五千位好友 是有長期關心政治 而且是站在綠的立場比較多的 為什麼我會長期做民調 是因為我在九合一之前 每個縣市做 結果出來跟我們開票結果 一不一樣 都一樣 結果都一樣 去年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結果都一樣 結果都一樣 吳董是 那還是用美麗島變紙報 來做民調的 吳董 美麗島變紙報 民調做得很精準 真的我昨天嚇到 我今天晚上要做誰 我今天晚上要做 謝龍介跟郭國文 你如果有興趣你給我看 我的影片都還在上面 這一些支持者 這一些上來留言的 民進黨他們沒有感受到 來連線台南的謝龍介 龍蓋森 你好 我想問一下龍蓋森 現在這個時候 台南的立委補選 有人說是2020的起身炮 不過2月8號的民意調查 出來的時候發現 你龍蓋森現在的這個數字 已經跟郭國文完全平手了 不過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也說了一句話 他說阿比亞的故鄉麻豆 在2020的立委的選舉的時候 可能會很慘 現在這時候龍蓋森 你們那邊應該殺得昏天暗地了吧 我給大家報告 實在有夠慘 你現在請全黨籍要來帶韓國 韓國要不帶到先帶我多少 很簡單 因為不管韓國的離空離空的選 還要不然 他現在先出去台語 台語最后如果是韓國的選 現在台語也有效 如果最后不是韓國的選 是其他人選 你想人家贏最大的呼選者什麼人 也是韓國的 所以三月十六這件 他二月十七還要來 對 禮拜天 後日還要來 是啊 這禮拜現在什麼 韓國如 路市長 浩市長 什麼都要來 是 徒子 漢子 跟燕子 他們是要來把農民代言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知道你敲什麼招 他們要打我的北瓜丁 對 問一下 總統府說他要電視龍魚產品 問一下先電視 後來 我們禮拜要煎魚 是 今天過國文先去煎魚 我要煎三個魚 我要請韓國來煎三個魚 他們今天先煎五個魚 這是什麼 我開心 我希望他們來對 他願意對隨我們的腳步 來為農民 虛民來打招 這都好事 所以現在你不要再喝曲了 你不要再說我們跟韓國如這處理 又是政治頂端 這對農民沒幫忙 你看總統願意賣魚 跟賣魚 我跟你說 昨天韓兵說的 你們可能不知道 我們台灣現在公牛 糧倉就對了 牛村 撲村 撲村就對了 就沒辦法撲村 要趕撲出去 撲出去可以讓人買處理 這就是要撩錢 瞭解你現在說 喔 素粮賣多少 也沒關係 香蕉賣去沙烏地 阿拉伯 說有了 我們不會幾檔去 不會幾檔 一檔補做70塊 農民那些酒農聽到 沒摸到聲 他一公斤的香蕉賣不10塊 12塊 我跟你說 今天韓來 就要開始艱苦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幫農民 他們現在要抬韓國就是說 生態在韓國的 要抬進前 剛才去抬到兩次了 你剛好 你三個月就要選 我 旁邊的故鄉比較有可能給你拿 所以是全黨旨立就對了 對蔡總統一直到達到記載 包括地方的政府 所有的行政員 米粉都抬下了 所以我現在面對的就是這種 強烈的台軍壓扁 台軍壓扁呢 我雖然在這裡很高尘 但是汗流就對了 我真六關 因為我會報去看中台 好像路頭路尾看我入味就對了 你那是門仔後來要來 17要來 我幾點不可以來 他也要來拜 他也要來拜 那拖帆要來拜 我說我這個 不是市長那個局 你不用這樣 讓你們大家這樣來拜 是不一定有生理人做 是 他說沒關係 沒生理人做 送啊 我就看到韓國的就送啊 所以變成這樣 所以後來高雄的拖帆來拍中的 我說我們台南在這裡辦 你高雄來要送啊 他說沒有 韓國的要去 你以前有跟韓國的收聽啊 看韓國的 這次我來跟你收聽啊 你說這個禮拜天的時候 韓國瑜要來煎那個撒把魚 但是郭國文他 你剛剛也提到說 他前一天的 他已經在搶先一步來煎 提到要煎撒把魚的事情 可是你還記得吧 之前的時候 他們還是要不忘提醒大家說 之前這個撒把魚的 這個削大陸的契作 是一個失敗而收場 而且現在這時候郭國文 還在酸你跟韓國瑜說 你們都在做的是政治訂單 撒把魚契作沒有失敗 沒失敗了 他今天也不是煎撒把魚 他去煎吳國瑜啦 五個魚啦 南廟啦 所以他還要討人 還沒要好好照旗 所以我們十七 侯優儀跟韓國瑜 跟羅秀元他們來就是怎樣 煎兩種魚 都撒把魚 但一種是要叫文山 文山那邊來現場台 他這個台魚很厲害 一刀一刀一刀 魚刀刺起來現場台的 就在煎 蓋這個冷蔵的 新空包的冷蔵的 就在煎 現場頭兩種魚 一樣的撒把魚 煎出來 給你們看 其實你們現在台灣加工的技術 一定有得到 這就是在行銷 這樣將來 美國 卡納達 日本 澳洲 甚至大陸這些好朋友 你們只要看到這個包裝 就是經過這樣處理認證 他們就願意買了 我們是在做這個行銷 他不是他在冷咖啡 做兩杯 五個魚 在煎就沒意義了 我們是要替農魚面 打通路 讓他夠肚子 生活就不太好 謝謝龍蓋先生 我們期待你禮拜天的 煎三把魚 謝謝